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們這次的老照片展 因為剛好是玉璃的百年 那所以呢 我就 我這照片的資料其實是 已經蒐集了十幾年了 然後大概從有三千多張照片裡面 去挑出來就是說大概一百幅 比較有意義的照片 那我們主要把它分成幾個年代 就是以二十年做一個區隔 從一九一零年一直到一九八零年這樣子 那透過這樣的過程 希望讓大家就是說 在不同的年代看到玉璃不同的樣貌 然後也可以從這個過程當中 知道玉璃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他以前是一個醫院 後來在 原本是私人的 後來在日本時代後期的時候 他就變成花蓮港醫院玉璃分院 接一場就是類似現在的政公所的意思 俊益所就等於類似我們南區服務中心 八十年前的協天公長這個樣子 那收協天公很簡單喔 他只有這樣一排 很玉璃的大廟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玉璃總督府 他在日本時代是玉璃最高的鋼筋糊泥土的大樓 還在 這個房子還在 那以前的安通溫泉長這個樣子 現在這個還在喔 現在這棟房子還在 過來這邊看 現在這棟房子還在 然後但是呢 它主要泡湯 以前泡湯的地方是在這邊 然後啊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以前的那個 火車時刻表 一天火車沒有很多 差不多十幾輛而已 然後呢 那時候你看喔 早上從花蓮座到台東啊 都已經要搬完了 小時候我聽一些長輩在講玉璃的故事 但是這個百年回憶展讓我感觸很深 是因為有些故事是我沒聽過的 其實上我覺得玉璃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如果說沒有人為這些文化做一些紀錄 其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玉璃是一個 值得去讓大家去生 深入了解的地方 鐵人工啊 他們要演歌展戲啊 要做戲啊 或者是我們鎮上也要辦活動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地方辦 如果只要有機會的話 其實我個人是很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故事 這樣蒐集的一個資料 它不是只是在展覽的 這個期間給大家知道 其實未來 它其實可以透過數位化 讓這些資料啊 讓我們的這一代 甚至下一代 他們都可以知道玉璃過去的故事 在這裏 那裡 這裏 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